Hello大家好,我是小北,又很憔悴 昨天感冒发烧了,应该是早上的5点多吧 我被发烧烧醒了,就感觉浑身滚烫滚烫的 起来量了个体温37度6 我就赶紧穿好一副叫老罗 然后他带我去了离得比较近的那个城东医院 但他那里没有设那个发热门诊 最后我去了那个叫邵义夫医院 因为最近有些地方那个疫情又发作 然后就开了CT,血肠规,核酸检测 这些都该检查的都检查了 检查完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感冒着凉 还有医生说是工作压力太大 然后经常熬夜,引发的身体炎症 再加上又着凉了,所以就发烧了 然后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昨天今天真的是一生的疲惫啊 就感觉浑身提不起劲,肌肉酸痛的 昨天我跟那个我们的粉丝蓝姐聊天 她说她有几年,有两年也是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气血不足 她说年纪轻轻的 小北亚你跟老了年纪轻轻的 你们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第一位的,不能这么年轻 就搞了一个就是我跟老罗上次去年的时候 播梦节,然后穿着那个绣和服 拍了个照片,发了个小视频 当然这个小视频一发出去吧 很多方面的评论 我很认认的看完了 然后有个别的几条评论 就是说 小北,这么久了 我依旧觉得老罗配不上你 然后我就 其实怎么说呢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 也有朋友 就是这么觉得 连我妈也都这么觉得 但是吧 我觉得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点点那个私心在里面啊 包括我妈肯定是有私心的 因为大家都是我的粉丝朋友们嘛 就像是哪种私心呢 像是对于自己女儿的那种私心 不管她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都觉得那个人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其实话又说回来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配不上配得上的 因为现在吧 这个年纪的不是找个人 谈谈恋爱啊 不合适就分手玩一玩那种啊 现在是就是说找一个合适的人 最终能够走在一起 共度余生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老罗配上我还是配不上我 我自己心里我觉得是最清楚的 我也不是像大家说的一样 被爱情冲轰了头牢啊 对吧 然后盲目的就选择跟老罗在一起啊 因为我跟老罗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再清楚不过了 最终呢也是通过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了决定 勇敢的奔赴了这段爱情 所以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这个人吧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我的 为什么呢 我啊 个人不是一个很在乎颜值的人 真的 包括 我之前谈过 两段恋爱 长得也都不怎么样 真的不怎么看 看这种颜值 我更注重就是说 这个人能不能给我安全感 尤其是找一个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我是更看重 可能跟我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吧 因为我小时候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 所以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是觉得老罗 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在很多事上面啊 不管是之前朋友的关系相处 还是说现在与情侣的关系相处 我都觉得他能给我的就是 事事有回想 渐渐有着落 我觉得这个是更靠谱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比较欣赏他的 就是不抽烟不喝酒 因为我过敏性鼻炎 我真闻不得那个异味 就只有一个小爱好就是玩游戏 前两天还被我扼杀在了摇南当中 我给卸载了吧 那个软件 所以我就觉得 对于我来说 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更适合跟我过日子 可能确实颜值拿不出手 目前的这个经济基础 没有房没有车也拿不出手 但是只要他适合我 然后能给我踏实的安全感 我愿意就是跟着他 从零到有 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百分的慢慢去努力 这个日子嘛都是奋斗来的 对不对 有些东西就像我说的 一出生的时候没有 你就得靠自己的双手 努力的去奋斗去打拼 还有几个评论 就是粉丝朋友说 小北你们俩官宣这么久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接受 你们俩在一起这个事实 还有说 不管怎么样 我都觉得不看好你们 不祝福你们在一起 怎么说呢 祝不祝福的 我觉得 我是更希望得到大家 所有朋友们的祝福 谁不是呢 对不对 其实怎么说 现在这样的关系相处呢 才是慢慢的在一起磨合吧 看两个人 以情侣的方式相处 到底 每天能过成什么样 对不对 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 这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 世事无常嘛 也不一定说 我们俩就肯定 最后就在一起结婚生小孩了 当然 这是我所期望的 也是老我所期望的 也是我们大部分粉丝朋友 所期望的 我们就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呗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 就看老天的安排 对不对 实在说最后没有在一起呢 其实我也是很感谢这一段相识相知相遇的 因为老罗这个人不光是在我的生活上 还有我的工作上都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帮助吧 因为我做自媒体三年了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如果没有广大粉丝朋友你们的支持 我可能就是说很难爬到今天这样的高度 如果没有老罗的在背后的帮助和支持的话 我也确实也很难到今天这样的层次 所以不管怎么样 跟着心走吧 如果最后说实在是有缘无分 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也为之努力了 老罗也为之奋斗了 对不对 今天怎么本来是想跟大家说交代一下 我这个感冒的情况 再跟大家回应一下 这两方面的评论的 结果聊着聊着还挺伤感 真的我觉得可能朋友们 有个别的朋友们 还是不那么完全的了解老罗 可能对他也带有一点点的偏见 就从我的角度出发吧 我是觉得他真的很不错 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 我可能还有一点点配不上老罗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包括昨天感冒发烧 他带我去医院 他急得比我都急 生怕是那个啥 然后就一直在等结果 一直在等结果 我在那也难受的 坐在椅子上等结果 就是合不上眼 实在是很困 他自己被我凌晨五点多叫醒 也没有合眼 就全程在那里 全程守守护着 然后检查完回来之后 我就吃了那个药嘛 里面带了头包 吃了之后就很困 反正感觉从回来到下午 就一直在睡 一直在睡 但是中途每次醒来 我都能看到他坐在我旁边 就觉得很踏实 然后晚上的时候 也给我煲了汤 就今天本身这两年很忙嘛 然后马上六月二童结了 很多朋友说要童装 然后就定了21号播迪士尼童装 一般在播之前都要选品看品 然后谈优惠政策 应该是忙的 我也应该去的 但是老罗就全程揽下了 他今天让我在家里休息 他说他自己去 让我休息几天 21号在正常工作 然后他今天走的时候 还说你想吃什么 你发到我手机上 然后我等忙完 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菜市场把菜买了 然后回来给你做 我又觉得很暖心 真的 说句实在的很暖心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这个磕 就落到这里了 应该说小魏今天跟那样 谈心就谈到这里了 每一句话都是小魏 内心真实的想法 也是很想跟大家 就是交流的话 我等会去洗两件衣服 因为夏天的衣服 有一些不能激洗嘛 要手洗 洗两件衣服 然后吃个药 我再睡一会儿 21号的话 给大家安排给家里的小可爱们 安排了迪士尼的童装 小朋友们等小北一休息几天啊 还好身体了 给你们带新衣服来 好了朋友们 那我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尤其是对于我跟老罗这段关系 一直以来督促我们的姐妹们 谢谢大家 大家有心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